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张欣漫谈今天又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饮料 我们一会儿要骑摩托车去石门水库 这也是我跟我老婆第一次骑摩托车跑这么远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年纪已经接近50岁了 准备为退休生活做安排 我们退休之后第一个要达成的目标 就是骑着我们家的小绵羊 环岛一周 所以今天先来试试看 可是既然要去这么远的地方 我想总要有一些度假的感觉吧 现在是深冬 难得有这么热的太阳 而且天气这么好 所以我们希望抓住冬天的尾巴 我们来做一杯西西里咖啡 待会儿待在路上喝呢 西里咖啡其实非常容易做 它的就是一颗柠檬 一大勺的糖 还有这我们刚刚煮好的那个咖啡 黑一次咖啡 其实你用美式咖啡都可以 就是黑咖啡吧 然后一杯冰块 就这么简单 一开始啊 先把柠檬切开 大家看看这柠檬有多juicy 五指咯 我们就用一整颗的柠檬 一整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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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大家看啦 把咖啡加到冰块里面去 好 然后 然後,把整顆的檸檬擠進去 擠整顆喔 這樣不會太酸嗎? 不會 這個時候啊 檸檬加咖啡加水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查一下 在美國、非洲還有東南亞 這個叫Lemon Coffee 他們是用來減肥的喔 在網路上有好多神奇的影片 就是每天早上喝一大杯 咖啡加檸檬加冰塊 三天五天之內可以減肥3到5公斤喔 但是我自己沒有試過 可是我看過好多神奇的影片都是這麼講的 那個體型比較龐大的那個黑人啊 喝一杯就變苗條了 就每天喝一杯 但是我們倒是沒有這個意思 因為我覺得要有度假的感覺就要有甜 如果不甜喔 其實就沒有那個度假的感覺 不要浪費了 把這個汁好好的把它刮出來一下一下 這樣也有那個顆粒的 會有口感 會有果肉 會有口感 會有果肉 這個一杯咖啡啊 在7-11賣的時候 大概要80到85塊 它還會給你加一點點的氣泡水 可是我們今天因為冰塊加多了 我們就不太加水了 自己喝沒關係 它現在也沒罵啦 現在也沒罵啦 嚇一嚇 可是蠻好喝的 很好喝喔 就是你一聞到就會有度假的感覺 為什麼叫西西里咖啡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義大利亞就是盛產檸檬的地方 尤其是西西里島 現在加上一大勺的糖 這糖看起來蠻多的耶 才好喝才有度假的感覺 就是人家是拿來減肥用的 我們不是 我們是拿來喝愉快的 不甜啦 就不好喝了 因為其實喝起來沒有什麼 喝起來不會很甜喔 因為甜跟酸中和一下 好這個時候照代理來說 應該加點水 但是我們沒有喝的那麼淡口 我們都喝濃一點 所以我們繼續把咖啡加進來 條根插進去 再放一片 裝飾用的 薄荷 好 這樣一杯 對 完全度假風 好喝又健康的 那個西西里咖啡 就完成囉 如何 我們待會兒要把它灌到杯子裡 就要展開我們兩個的摩托車 小旅行 但是先來喝一口看看 味道不錯 夠酸又夠苦 可能糖還沒有融化 我們待會兒再攪一下下 那你就先當減肥 先喝這個減肥用 好的 那我們準備要出發去十分水庫啦 今天最簡單的西西里咖啡 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半杯美式咖啡 一顆檸檬 記得加一到兩大匙的糖 然後加一點點開水 如果你喜歡喝氣泡口味 加了水可以用 氣泡水 這樣子就是一杯非常好喝的 西西里檸檬咖啡 哈囉 各位好朋友 我們終於騎摩托車 到了十分水庫 我們第一次的摩托車小旅行 但現在要跟各位講的是 我們要來試喝剛剛做的 西西里咖啡 那我喝一口看看 味道怎麼樣 酸酸甜甜 有沒有度假的感覺 賞風度假的感覺 哇 真的 酸酸甜甜特別好喝 大家有機會 一定要自己做一下 健康便宜美味 提神醒腦 補充養分 掰掰 來去看那個 楓葉 大家好 我們走了一段路過來之後 這個西西里咖啡 就發揮它的特別功效了 我們在上山之前 在裡面稍微加了一點鹽巴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這一杯咖啡 身經止渴 補充維他命C 而且還可以補充電解質 裡面加這麼多的糖 更可以補充我們身體所需要的能量 所以 這一杯西西里咖啡 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飲料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調調看 掰掰